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獅子千光的吳帆 又到了我們金礦繩之園的單元 今天要介紹的礦石呢 是有機寶石的一種叫做鮑魚貝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手上這個 這個不能說礦石 這個是有機的寶物 是鮑魚貝殼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好像是那種賣喜宴吃的那種貝殼吃剩的 怎麼說也是沒錯啦 因為它的確就是原本是那種海洋軟體生物 那種鮑魚它留下來的殼 那除了食用的功效之外呢 其實在身心靈上 鮑魚貝也是有它的一些功效 是值得來提及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市面上找我看鮑魚貝 這個也可以當作收藏 那麼鮑魚貝呢 又被稱為海蛋白石 那它雖然叫海蛋白石 可是其實這樣的稱呼方式 容易跟人造的蛋白石產生搞混 所以有時候可能在稱呼上 大家可能要區別一下 那麼在它的產地呢 在紐西蘭、澳洲 或是美國 都有它的產地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貝殼 它的稀有度其實算是蠻普遍的 甚至呢在一些國家的文化當中呢 對於鮑魚貝也有不同的一些見解 比如說紐西蘭的毛利人 他們認為鮑魚貝可以增強一個人的身體 跟心臟的健康 但這是他們的文化啦 那也有他們也認為說鮑魚貝可以增加 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的和諧 那麼在美洲的原住民化當中呢 他們會利用鮑魚貝跟鼠尾草做結合使用 如果你本身有在接觸生心靈的話 應該會常會看到有生心靈的人 會拿比較大的貝殼 你們就點鼠尾草去再加上老鷹的羽毛 做一些進化動作 其實它本身在他們當地會認為說 鮑魚貝結合鼠尾草這樣的效果 可以把一些他們的想 他們的那個意念傳達給眾神 同時也可以進化空間 那麼今天其實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談談 關於鮑魚貝的在身心靈的功效 首先第一點就是我們知道貝殼 通常我們想要貝殼都會想到就是說 它可能跟珍珠有關 因為有一些貝殼是 有些貝類他們是會產珍珠的 那大家也應該知道珍珠怎麼產生的嗎 就是透過某一些沙粒的刺激 那因為當沙粒跑到貝殼裡面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不舒服 他們會分泌一些黏液 把那些痛苦 那些造成痛苦的沙粒包裹起來 那進而形成珍珠 所以在身心靈的功效上呢 鮑魚貝它帶有一種療癒的效果 就是說它可以幫助你把那種 進入你生命中造成你不適的沙粒 把它包裹起來 幫你做一些療癒的動作 那其實珍珠本身呢 也跟財富有關 所以呢 有些人會利用鮑魚貝來做一種 像是孕育財富的一個象徵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讓你的那個工作 可能收入比較好的話 或許你可以應用鮑魚貝 譬如說你可能就是在裡面放一些白水晶啊 然後就是希望說它能夠幫你發大財之類的 這樣的做法 那再來呢 基本上鮑魚貝這種殼的這種效果 其實對貝類來講 它就是一種保護的功效 也因此呢 在身心靈的功效上 鮑魚貝它帶有一種就是保護 屏蔽的一種效果 因此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容易受到外在干擾的話 除了像有些人像 有些人會透過一些黑曜石 黑壁錫來做一些保護之外 如果你不是那麼喜歡那種 就是黑色系的 然後覺得是冷冰冰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使用鮑魚貝 因為它本身也帶有一種保護的意涵 那這樣的保護意涵呢 其實也帶有一種就是平靜的效果 其實是你可以想像自己在那種 紛擾的環境中 如果有一個 像是那種比較密室的情況 可以讓你去安靜的躲在面 你會覺得非常平靜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受到外力干擾的感覺 還有呢 鮑魚貝其實本身 有人會認為它跟海洋的連結是蠻強烈的 就是除了我們講到海洋有關的礦石 可能就會想到海水藍堡啊 或者是說拉力嘛 其實鮑魚貝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 有機寶石 那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覺得你有朋友 在那個生活上是屬於比較容易自我懷疑 或者是比較容易感覺到孤獨感的話 其實它可以幫助我們連結海洋 因為我們知道海就是那種很有包容性 就是說不管你是怎樣的狀況 它都會包容著你 然後把你整個保護好那種感覺 也因此呢 如果你自己或是你的朋友 覺得生命中的旅途上 有一些孤寂感 有一些比較覺得是孤獨啊 或是覺得說自我懷疑啊 可以試著跟他們連結 那他們會給你那種 像是母愛一般的包容 大海一般的包容的感覺 我覺得這可以試試看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連結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它給我一種就是說 不管你是怎樣的人 我都會接受你 我都會接納你 那種平靜感 你就像是躺在一個貝殼的那種環境裡面 然後收到大海的包圍 然後保護那樣的氛圍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可以買個鮑魚背 然後放在自己床頭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是 你就是聽著海在睡覺那種感覺 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像有些 如果像有些 有人去撿海灘撿那種貝殼 不是也會拿那種貝殼在耳邊 那邊聽那個海的聲音嗎 其實就是那種貝殼跟海那種連結的異味 那麼既然講到 它跟海洋的連結性 其實大海那種包容性 其實也象徵就是說 鮑魚背鼓舞我們 鼓勵我們 也跟大海一樣 產生一張對人的包容性跟同情性 一樣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在生活上 對於一些比較雞毛蒜皮的小事 很容易動怒啊 很難平靜啊 或許你可以在你的背包裡面 或者說你在你的辦公桌 放個鮑魚背裡面 放一些白水晶 其實鮑魚背很適合 或是放一些礦石在裡面 其實也是蠻賞心悅目的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在自己的房間 點一些鼠微草 用鮑魚背也是很適合的 那麼以上呢 是關於鮑魚背的一些 身心靈功效的介紹 那這邊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對於一些 想要擋掉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說只能考慮說黑色系的 其實鮑魚背也是可以考慮的一個象徵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各位對於鮑魚背有什麼疑問的話 當然不要問我什麼料理 再不要問我 我不會料理鮑魚 所以這不是料理頻道 我們講礦石有機保石的 就是說如果你對它的身心靈功效 有什麼疑問的話 或者說有什麼想要討論的 也歡迎在留言板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也會根據我的經驗 或者說如果我不確定的話 我會找一些資料來回覆各位 那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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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